我看朋友们聊这个民主的这个华人圈 其实呢 很长时间以来 我对他们印象非常的糟糕 你看在国外的这些 这个所谓打着民主旗号的这个油管啊 各种主播啊 其实他们也都是吃血馒头的人 对吧 除了这个这张嘴胡说 正说 解读新闻以外 你说你都在国外 你怕什么呀 对吧 哎 你看这对我 这个可能也是冷大使说的这个基因问题吧 尤其是那个大康 你看一派这个 你说那个说话的口气啊 如果把它调到CCTV的话 他也跟那个谁差不多 这个 那个左派那种 这个不可一世的状态 你说你就是一个口活 我不想评论他们说的对和错 他们那种行为的这个取和值 对吧 你要是真有这种心思 你在海 你也在海外 对吧 你怕什么呀 对不对 这儿不让这个不刷身 刷身份证 你那儿又不刷 你干点儿 你觉得应该正确的事情 对吧 不干也就变罢了 对吧 但是你老打的这个民主啊 什么这个 浪七八糟的 这窝子人哪 没戏 我早就说过 这个如果不是一个体系性的 规模性的 规划性的这种 这个所谓的势力来改造 这个日本鬼子这一套 这个刺刀 这个 这个 不不不成不了啊 所以我对他们印象特别的糟糕 我看朋友们聊这个民 民主的这个华人圈 其实呢 很长时间以来 我对他们印象非常的糟糕 你看在国外的这些 这个所谓打着民主旗号的 这个油管啊 各种主播啊 其实他们也都是吃血馒头的人 对吧 除了这个 这张嘴 胡说 正说 解读新闻以外 你说你都在国外 你怕什么呀 对吧 哎 你看就这 我这个可能也就是 冷大使说的这个基因问题吧 呃 尤其是那个大康 你看一派这个 你说那个说话的口气啊 如果把他调到CCTV的话 他也跟那个谁差不多 啊 这个 那个左派那种 这个 不可一世的状态 你说你就是一个口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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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